坐在这里 让我回想起一开始加入直销这个行业的时候 当时去到任何会场 都会习惯性地选择坐在后排 当时没有责任 也没有任何任务 纯粹的是以普通观众 以观察者的身份 远远地观察会议的流程和内容 其实从这个距离 从这个角度 今天的我很难得地坐在这里 才真的发现 坐在这里的人 根本都观察不到什么 这就好像一个 没有真正投入Rivray的人 在外面观察Rivray一样 根本都不能感受到 真正参与Rivray的好处 各位朋友 如果接下来你有这样的机会 你来参加Rivray的活动 千万不要选择坐在这里 让我们替你安排你的座位 因为在Rivray 为了体现你的重要性 你坐在会场里的什么地方 是非常讲究的 那么对你来说 也非常重要的 现在 让我带你们去坐 更好的围局 Let's go 现在我坐的位置 跟刚才比较起来 靠近舞台非常地多 能够看到的视角 也好很多 椅子上 也贴着标签 只有某一些人 能够被邀请坐在这里 这个区域会特别被隔离出来 特别靠近舞台 主要的原因是 坐在这里的人 在某一个会议环节 会被安排上台被表扬 是的 这里就是Rivray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段 完成Diamond Star的领导人 被安排的座位 坐在这里的人 也代表他们在Rivray 获得多少收入 然后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我花一点时间 讲解我们Rivray 独一无二的表扬系统 首先 是我们的Diamond Star的领导人 需要在当月 在他的组织双边 完成最少 一万五千新币的业绩 也就是最少三万的业绩 我想回在Rivray之前 在我做执销商的时候 要完成新币三万的业绩 所以我们这种 非常积极的执销商 都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 累积来完成 而且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 一场表扬会里 也不会超过四个人 而Rivray到今天 单单在过去三个月内 完成超过Diamond Star的领导人 超过两万个人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能够在现场做会议 此刻我周遭就有这么多人 再靠近一点 坐在这里 就是我们Diamond Two Star的领导人 这些人需要在当月 在他的组织双边 都各完成一个Diamond One Star 也就是说 一个月最少也要有六万的业绩 意思也就是说 你的收入也会是最少Diamond One Star的一倍 就会被安排在Diamond One Star前面一点 而在Rivray 这些人也去到上万人的规模 当然 如果你的表现再好一点 在组织双边 都各自完成最少一个Diamond Two Star 就是说在当月 平衡完成最少12万的业绩 你就是Rivray的Diamond Three Star 而基本上坐在这边的人 都是算万的收入 而目前在整个Rivray国际 能够完成Diamond Three Star的领导人 在过去三个月 也有四五千人这么多 而Diamond Three Star的位置 肯定的 比One Star和Two Star还要靠前 看到舞台的视角也肯定会好很多 在这里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这群与众不同的领导人们 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你们的努力 Rivray都看在眼里 所以Rivray人时常说 单单要聚集Diamond One Star以上的领导人 在这个世界上 能容纳的会场已经不多了 也就是因为多 虽然会被安排座位 但是被安排出来的座位 肯定也不可能是最好的 主要的原因是 Riv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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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me Excuse me 不要被别人遮住 Termitivity坐前面 需要连续三个月 你一个人需要完成 多过两个Diamond Three Star以上的战绩 你就能成为Rivray的Diam One 这样说很简单 而真正要去完成它 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这么困难的任务 在整个Rivray国际 都超过一千位这样的领导人 他们都是Rivray的精英 Rivray非常非常珍惜 每一位Diam Elite们 而来到Diam Elite这个阶段内 会被分成五个阶级 分别是 Team Elite Parvo 连续三个月都完成 两个Diamond Three Star Team Elite Phoenix 四个Diamond Three Star Team Elite Mono Serious 六个Diamond Three Star Team Elite Aquila 九个Diamond Three Star 以及 连续三个月完成 十二个Diamond Three Star Rivray的Team Elite Parvo 目前Rivray最高的阶级 如果你在Rivray活动会场内 看到穿着白色的西装 或者礼服的领导人 他们就是我们Rivray最尊贵的 Team Elite Parvo 到目前为止 在整个Rivray Team Elite Parvo 行导人有将近四百位 他们的座位是整个会场正中间对着舞台 还有用围栏围着完全被隔离出来的未定区域 在Rivray拥有着最尊贵的服务 从这里 你可能开始注意到了 Rivray的某一些作风 对了 Rivray一贯的作风就是 不管你在外面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你来到Rivray的任何会场 也不会破例被安排到贵宾的座位 永远都不可能 我们Rivray只注重我们自己人 荣誉就应该给在Rivray真正做到的人 非常公平 没有例外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去争取 我们不敢说我们的会议水准是最好的 但是在目前市场上 要在外面找一个会议水准 能跟我们比较的 你也未必找得到 也就是说 能坐在这种会议前排的领导人 是会得到真正的大荣誉 是被万众瞩目的 各个都是每一个人想要去模仿的对象 这也是我们Rivray最看重的事情 将会不惜代价的去坚守 好了 当你来到Deem Elite Bagusus的阶段 将会被更细腻的区分 不同Deem Elite Bagusus之间的重要 那也就是在Deem Elite Bagusus的称号后面 加多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分别从1到9 而他们就是Deem Supreme 也就是说 当你是Deem Elite Bagusus的时候 如果在你的组织内成功地培养一位 Deem Elite Bagusus出来 在你的Deem Supreme的称号后面 将会加入一个1的数字 你就会成为Deem Supreme Bagusus 1 如果在你的另一个个别组织内 如果又产生一位 数字就会变成2了 以此类推 如果你有9个个别组织 都产生最少一位Deem Elite Bagusus 你就是Deem Supreme Bagusus 9 而一位也会按照这个数字 安排你的座位 以及你被表扬的顺序 数字越大就越靠前 座位也就越正宗 身份当然也就越尊贵 讲到这里 跟大家介绍 在Deem Supreme Bagusus这个阶段里面 另一个区分彼此重量的设置 那就是光环系统 在一个Deem Supreme Bagusus的组织内 如果出现一位 Deem Supreme Bagusus 5以上 将会形成一个光环 而不同光环的颜色 代表着组织内出现的Deem Supreme Bagusus 后面的数字 白色光环 代表Deem Supreme Bagusus 5 黄色 代表拥有Deem Supreme Bagusus 6 紫色 Deem Supreme Bagusus 6 黑色 我们叫做全色光环 代表Deem Supreme Bagusus 8 他们已经是Reway的栋梁支柱 Reway最尊贵无比的人物 而最后 也是每一个Reway人迈迹的方向 所有Reway人终极的目标 就是最终最后 拥有九个光环 完成Reway最至高无上的称号 Reco Sibon 这个人的座位 将会跟别人不一样 得到整个Reway国际 最顶级的尊崇 很难得的 也很高兴 能趁这个机会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介绍 Reway应以为傲的表扬制度 由于今天时间的限制 今晚是绝对无法表扬 所有完成阶级的领导人 所以在这里 我代表Reway国际全体同仁 恭喜 在过去三个月完成Diamond Star Team Milit Team Supreme的所有领导人 感谢你们 对Reway的爱戴和支持 再次的恭喜你们 我为你们的成就 感觉到很嚣 今晚的表扬环节 从Team Supreme Bagus 6开始 我们把它分为 灯 风 造极 四个章节 他们是真正登上 Reway顶峰的一群领导人 Reway真正的强者 登峰之行 山高海阔 一笔精致 稳健一步 人生如同登山 步步踏上目标 在这个雨天相连的连绵群山中 发光发热 宫顶以前 归零冲击 没有人能够一步登天 靠不断付出 用行动证明 敢于承担 珍惜眼前所有 这是他的启程 Team Supreme Pegasus 6 5th End 重复攀爬 卯足全力 东山再起 砥砺前行 坚持不懈 就会拥抱成功 排除万难 相依相卫 往风顶前进 这是他的冲刺 Team Supreme Pegasus 6 温当公 挥洒汗水 并肩同行 跨越绝境 释放无限能量 另有升级 精准导向 激发组织全面动力 五位五具 步步登顶 收获胜利 这是他的跨越 Team Supreme Pegasus 5 One Ring 临经营 领导人在Reway 掀开了新的事业篇章 你们全心地相信与投入 你们付出了时间与精神 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用心分析 V位的文化 用情 分享自己的故事 用力 协助和培育下线 免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这是属于你们的荣耀 属于强者的光荣成就 肯定领导人的无限价值 是Reway的真情实义 你们是我们志同道合的核心战友 你们值得最高荣誉的表扬 感恩你们的全力以赴 陪同V位 日益壮大 封顶之上 团结之上 你问我是谁 一个拼命改变命运 虚心向强者学习 来提升和充实自己 让自己的这一秒 比前一秒更加出色 你问我 为何愿意放下一切 不负这一生 想再次闯淡一番 你问我 怎样熬过来 不要轻易放弃 你问我是否愿意付出一切 一直都是如此 无条件付出 所以拥有 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 他以虚怀弱骨的胸襟 为自己积累竞争的资本 无怨无悔地燃烧自己 照亮他的 我就是陈丽娜 做而言不如起而起 积极行动是他身上的标识 敢于承担风险 实现突破 善用本身资源 给予团队无上限支持 我就是陈丽娜 经历一次挫折 就会有更高一层的觉悟 迈向成功道路 也更进一步 正向的态度 决定他的人生高度 点亮他人的心 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我就是Dang Kim Lee 他的一个细微指导 让人终生受益 他的一个小小提点 助人成功飞跃 在他的引导下 大家各展所长 清晰思维和准确到位的言谈 验证了他 有过人的非凡实力 无私奉献的精神 让生命更美丽 我就是Dang Kim Lee 不让旁人决定我是谁 我要为自己决定成为谁 你与我们相伴的时光 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 别出心裁的感恩回馈 贯彻飞马专属的尊荣体验 卸下身份 再歌再舞 精心准备 认真排练 从陌生到驾驭自如 熟悉的旋律 用音乐连结所有人的情感 纵情绽放 尽兴而为 义无反顾 全力以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勤学普遍 用心呈现 精心筹办 展现成果 一段段满意情感的旋律 交织出独特深邃的记忆 用最原始的心意 感动陪伴我们 一路走过风风雨雨的你 当我们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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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着重成长 祝你为国际 十三中年 生日快乐 一山海民一山高 一位同志尊与 我们也得到 我们 全力以为国际 十三中年 生日快乐 一山海民一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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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山 squared 三山山高 一山踏水